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啊 本频道开通了会员功能啊 加入会员呢 每周有一次免费看相的名额 那么这期呢就分享一位 刚刚加入的这个会员的首相啊 这个会员呢 整个首相长面厚重开阔 但是相对来讲手指稍短一些啊 有点这个长强指弱 长为虎,只为龙啊 形成虎吞龙的格局 首相亦龙长虎短 有些喧宾夺主啊 那么这点从脑线的浅淡 也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个脑线是古代称为人文啊 也代表自己脑线的浅淡呢 说明啊 这个主自身呢 有些偏弱一些啊 那么金星秋比较饱满 体质加精力充沛啊 运势根基深厚 比较注重运动和健康 生命线也伸长啊 充满活力 相对来讲 这个脑线偏浅淡呢 更加注重喜欢户外和大自然 那么脑线虽然浅淡呢 但是呢 职长啊 聪明能力强 务实专注啊 不太注重这个想象力和幻想 但是呢 逻辑分析能力很强啊 偏理性思维 但是这个脑线前期啊 还是浅淡 甚至出现了导文啊 脑线刚才讲 不但代表这个智慧和才能 也能够反映出心理的波动 导文的出现呢 说明心理啊 经受波动和创伤 和感情的不顺也有关系啊 这点从这个影响线也可以看出来啊 影响线前期呢 见两条同时啊 汇入到事业线啊 容易在青年时期啊 陷入到三角关系啊 犯情伤 自身呢 从这个脑线的导文来看呢 也是受伤的一方 那么好在文路格局是比较开阔 是川长啊 拿得起放得下 即使经历的这个情伤呢 也能够放得开 格局开阔 川长独立能力非常强啊 因为他是脑线和生命线呢 早早就分离出来 那从小独立懂事 做事啊 成年之后有魄力 利于事业闯荡 川长的也是同样优缺点 比较明显的掌门啊 缺点是形势容易仓促 容易犯错误 有些粗之大业 不太注重细节 在职场上啊 容易有一些这个动荡 不过事业线非常深刻啊 事业心很强 事业能小有所成 但是呢整体事业线 还是止于脑线下方啊 这个事业容易受学识所限的 限制了这个整个川长人的威力啊 事业格局受限 加上这个财运线也是偏浅淡 财运有 但是时好时坏 这也是符合川长人的特质 好了 会员的首相就看到这里 欢迎的这个其他的粉丝呢 这个积极的加入到会员啊 加入到会员的话 我们有这个免费看项的这个名额